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科技微报 我是龙2 荣耀9已经发布了有近两个月的时间了 今天官方又推出了枝根鸟蓝配色的荣耀9 据了解枝根鸟蓝版是荣耀联和知名时尚品牌FOG推出 目前该机已经正式上架官网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不过话说这颜色不是应该叫初音绿吗 在新饥荒Note8到来之前 三星自然是想让S8的销量再冲一冲 现在有网友曝光了一组金粉色版的三星S8 目前三星S8国内在售的只有四种配色 而粉色版的Galaxy S8将在韩国本土台湾地区率先发售 然后从东欧部分国家开始面向全球发售 至于国内啥时候能开卖能不能开卖 目前还没有具体的消息 共享单车现如今基本上已经是大家短距离出行的首选交通工具了 就目前来看摩拜和OFO已经占据了国内95%以上的市场份额 而另外一些小公司则陆续倒闭 现在有消息车南京的叮叮单车已四跑路 8月上旬原本上有一两个人办公的叮叮单车办公地点 现在已经人去楼空 而用户的199元押金至今依然无法退还 不过看到这车的颜色 网友们纷纷表示当然是选择原谅它 真的是太可怕了 MOTO新一代旗舰机型Z Air Force 在7月份已经正式发布了 今天该机也正式入网工新部了 意味着其将很快进入国内市场 新机配备505英寸AMOLED显示屏 搭载骁龙835处理器 4G运存64GB的存储空间 国航版还将独享6加128GB的版本 至于摄像头这张黑人大白牙的笑脸 好吧看久了也就习惯了 售价方面 该机国际版定在720美元 约合人民币4800元 期待国航版能够带来点惊喜吧 今天传说中的小米智能空调 终于正式亮相了 其由小米生态链企业智米公司打造 外观采用极简的白色设计 全直流变频 1.5皮 一级能效 智能量3500瓦 制热量4500瓦 风量为700立发明每小时 定价4399元 与此同时 智米还发布了一款 售价999元的智能马桶盖 话不多说空调 我还是乖乖的选择董小姐的格力 至于智能马桶盖 真的有必要用吗 在今年的ChinaJoy上 惠普发布了全新的 《暗夜精灵三代plus》游戏本 当时官方宣传中强调其散热效果 采用双风扇5根热管的散热设计 然而当消费者拿到机器后 发现售价8999元的GTX1060 只有3根热管 而售价10999元的GTX1070型号 也只有4根热管 于是在今天下午 惠普官方发表之前声明 表示宣传标注有误 同时愿意赔付给已购买消费者 实际支付价款3倍的人民币 以及额外价值500元的补偿 讲真这态度 某些厂商真心应该好好学习一下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更多有趣的科技资讯及数码体验 欢迎大家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vizet.com 当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Vizet 获取每天最新的推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